翻来覆去睡不安稳 当心隔天没精神还肩颈酸痛 两边有包覆你的头 不会去歪斜 这个枕头不一样 中间低两边隆起 刚好保护脖子 翻身测碎 也不会因为肩膀的高度 头部歪斜 气管不挤压鼻息肉 也不会阻碍呼吸 一些病状是要靠睡姿来调整的 像如果有呼吸中止 适合测碎 像我们位置道内有 也适合测碎 我们这个枕头就很适合 可以帮他调整睡姿 老师就是因为有呼吸中止症 才想到要发明这个枕头 材质也要计较 枕头材质上软下硬 兼顾舒适与支撑力 实际是感觉如何呢 觉得人体工学的东西 就比较合乎我们的 就是睡眠的一些睡姿的需求 让更多民众就是 可以不用再为睡眠而感到困扰 因为有些人就真的是睡 有时候会睡到绕疹 我自己也是会这样 好的睡眠品质 让人精神好身体也健康 从自身的需求出发 更希望大家都能好睡一些 这项发明 让他们永夺克罗爱西亚 发明展首奖 拿会金牌 大约新闻派云珍珍瑞萍 高雄报道 大约新闻派云珍瑞萍 大约新闻派云珍瑞萍